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收看我节目的小伙伴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 那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于哪里 你有没有曾经好奇过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离着改朝换代还有多远呢 如果你现在生活的不是很如意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身在太平盛世中,身在福中不知福 还是确实已经进入了王朝末年呢 如果你也曾经像我一样好奇过 那今天这期节目你绝对不能错过 因为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绝对能够解开你的上述疑惑 那就是美国华尔街投资大神 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曾经入为世界一百富豪榜的瑞达利欧的畅销书 《原则二》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在这本书中,作者先是通过研究历史 并且借助一些现代的高科技的大数据分析手段 构建出了人类历史演化的大模型 然后又通过回溯近500年中9个大国的兴衰 进一步验证了这个模型 最后呢又通过这个模型大胆地预言了未来 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偷着乐呢 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真的还在后边呢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东升西降真的会实现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作者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 从古至今的所有国家 对绝大多数人影响最大的因素 就是如何获取和创造财富 以及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利 虽然人类也有一些意识形态呀 宗教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财富与权利的分配 然后作者就发现 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所有国家机器都会朝着国进民退的方向发展 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利都集中到小的利益集团手里 国家变得过度扩张 人民则遭受重创 于是呢最终引发冲突 导致旧秩序被推翻 新秩序建立 开启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没错 作者发现就像生物有生老病死的周期一样 人类历史的演化也有一个明确的大周期 所有的帝国和王朝都是在这个典型的大周期中 崛起和衰落的 而且这个典型的大周期还有着清晰的印记 都是在以下这两个阶段之间更迭 一是和平繁荣阶段 二是萧条革命与战争阶段 通常情况下和平繁荣阶段都比革命战争阶段 持续时间要长的很多 两者的比例大约是5比1 也就是说如果战争和革命持续20年的话 那接下来可能就有100年的和平时间 大数据分析表明 重要的帝国通常会延续250年左右 上下误差大约在150年之内 而帝国内的经济债务和政治大周期 则通常要持续50到100年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 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 否定之否定 螺旋式上升 我个人理解 一个螺旋到另一个螺旋的过程 其实就是作者所说的这个大周期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每一个大周期内部具体分为哪些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和特点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 自己处在大周期中的哪个阶段了 作者就认为 从整体上看 国家的兴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上升阶段 上升阶段就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呢 国家通常都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设计出一套优秀的系统 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快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 在上升阶段 国家整体的债务水平较低 人民之间财富 价值观和政治差距也相对较小 国际环境也相对平稳 劳动者 政府和军队之间上下一心 通力合作 基础设施 教育 科技和医疗水平也飞速发展 第二个阶段就是顶部阶段了 到了顶部阶段之后 国家就会变成一种高负债的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财富 价值观和政治权利也会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一阶段 特权阶层会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势 并且赋予自己的子女更多的特权 从而让社会的两极分化 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发展 使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 开始发生冲突和矛盾 与此同时呢 国家的过度扩张会导致 他在国际上也遭遇对手 从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于是国家开始陷入内忧外患 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的质量 开始明显的下降 而捍卫国家的成本则逐步攀升 成本比收益还高 最终导致捍卫一个国家无力可图 于是这时候 国家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下跌阶段了 在下跌阶段 国家的债务将变得无比庞大 经济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衰退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也会进一步激化 使政治极端主义抬头 民间将开始产生反资本主义情绪 人们开始把各种问题 都归咎于资本主义 资本家和精英 于是富人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开始把财富 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 但国家则会出台措施 禁止资金外流 使这些想要逃离的人 感到越发的惶恐 而这些动荡不安的局势 将导致生产率进一步下降 经济规模进一步缩小 使人们为如何分配 日益缩减的资源而斗争 这时候往往会出现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试图利用民粹主义 控制乱局和恢复秩序 但是随着不可调和的 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 战争革命终究还是会爆发的 对于一个处于下跌阶段的国家来说 一旦其储备货币和债务的债权人 对其失去信心 开始大量的抛售这些货币和债权 就标志着这个大周期要结束了 那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哪个阶段了吧 也能大概估算出距离大周期结束还有多少年了吧 但是作者在书中也说了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以这种方式结束的 如果国家能在富强的阶段 保持生产率 让收入高于支出 使国家体制能够汇集绝大多数人 并且能和主要的竞争对手建立双赢的关系 那么或许就能维持得更久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成功的国家 都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 而且美国至今也已经247年了吧 也已经是世界上维持时间最久的国家之一了 好 我们刚才讲了国家兴衰的大周期 也介绍了国家兴衰大周期三个阶段的具体表现 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 来验证这个大模型 我就不一一讲解了 因为我这是一个中文频道 所以我估计大家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中国 那作者在书中也主要重点研究了一下中国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作者对中国的研究 以及对中美关系的预测 这张图是作者根据八项指标 绘制出的各个大国500年来的相对地位 八项指标分别是 教育 竞争力 技术创新 贸易 经济产出 军事 金融中心地位 货币储备地位 而这张图则显示了1800年至今 中国在这八项实力指标上的变化 两张图都显示 中国过去200年是在漫长的衰落周期之后 出现了快速的上升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中国的这八种实力指标 在1940年到1950年间 快速地跌到了最低点 那毫无疑问这就是上一个大周期结束的时候了 紧接着我们看到在1950年之后 各项指标开始缓慢提高 然后在1980年左右开始腾飞 这就完全符合作者刚才说过的大周期中的上升阶段 甚至还确实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设计出了一个优秀的系统 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快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 就是邓小平和改革开放 作者研究数据后发现 一直截止到2008年左右 中国的这个债务增长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致的 但是2008年之后 中国的债务水平相对于收入就开始逐年攀升了 并且呢也在国际上跟美国产生了竞争和摩擦 而这就标志着一个国家从上升阶段转入了顶部阶段 作者在详细地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画出了这张图 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的大周期 而且作者发现 每一个中国王朝都会经历这么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 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第二阶段 资源配置体系与官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第四阶段 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 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第五阶段 财政状况糟糕 冲突激烈 第六阶段 出现内战或革命 然后再回到第一阶段 然后作者又提到 他通过研究发现 导致中国历史上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六个 一 王朝发展过程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财政问题 二 货币问题 在出现财政问题后 政府往往会为了维持冲突的货币供应 大量印钞导致通胀 三 治理和基础设施的质量 往往会在每个朝代的发展过程中下降 四 经济差异和经济不景气导致内部冲突加剧 五 糟糕的生活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起义 六 受儒家文化影响 中国在商业 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较弱 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打击 但是讲完这些之后作者展现出了强大的求生欲 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相信我 所有这些教训都在影响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决策 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 因为一百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 他们明白 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 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 他们正在为此进行规划 所以真的是未来可期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华尔街的投资大神都这么说 我心里真的是乐开花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作者对中美关系的预测 这个作者就认为 在未来美国会进一步的衰落 而中国将会崛起并超越美国 出现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做的未来简史那期视频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尔·赫拉利也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做了一番预测 但是呢却和这本书的作者瑞达利欧做出的预测截然相反 那么达利欧为什么预言东升西降呢 我根据内容帮他总结了一下 大概是这么几方面原因 一当然是因为美国存在的时间更长了 美国的存在时间已经接近250年了 而中国还连100年都不到呢 二是他认为 中国人均数据收集流量和投入技术领域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 所以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的提高技术和决策的质量 因为大数据加大型人工智能加大型计算机就等于卓越的决策 三是他认为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在逐渐的扩大 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则在减弱 四是他认为 美国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因为美国有两个党在争夺政府的控制权 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领导人的变动 导致政策变化 不过呢 在讲完这些之后 作者又列举了一些 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所要具备的要素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作者认为 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层 强大的教育 强烈的职业道德 腐败少 高度尊重规则 比如法治 人们能团结融洽的合作 良好的资源分配制度 开放接纳全球最好的思想 全球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 强有力的收入增长 更多的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 快速提高的生产力 新技术 世界贸易中显著且不断上升的份额 强大的军事力量 被广泛使用的坚挺货币 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 至少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大家觉得哪些国家更符合这些描述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说说你的想法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争鸣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